成龙,她是我见过最悟心的女演员,网友,还不是因为她不跟你搞暧昧。 成龙中国最有名的功夫演员,还被评为国际功夫巨星。 也是唯一一个被国际认课的中国演员,也是唯一一位在福布斯上榜的中国人。 在艺术上的成就更不用说,她可是在娱乐圈内数一数二的大人物。 娱乐圈什么好事什么坏事,她都知道。 但是成龙多代拍戏认真负责也是出了名的,大戏也基本上全部都是实打实的,而且也不同替身。 对待明星耍大牌的事情也是十分的痛恨,前段时间还曾说说。 现在的青年演员没有一个敬意的,我见过没有一个好的,之前说的都是为了应付媒体。 最近在参加我看你游戏的时候,有一位学员演了一段女明星在拍戏片场耍大牌,白铺的事情。 在表演完之后,李冰冰称从未见过有这样的人,但是成龙表示自己确实遇见过这样的人。 话还没说完就被冯小刚和张国立打断,让他别说出来。 成龙也是画风一转,只称自己当时真的是恨不得掐死他,但是是谁就没有说出来。 对于现在明星耍大牌真的是让人反感,很多人都称这样不敬业的演员真的应该封杀。 但是成龙恨色在娱乐圈里也是出了名的,特别是在吴启力事件的时候,更是只用了了一句。 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就追途掉了责任,虽然这也算是见经承认了。 但是依旧没有给吴启力和他女儿一个名分。 也有网友表示你这么说还不是因为你没睡到人家,到底这个女演员是谁。 能让成龙冯小刚张国力都认可,让这么多位大佬觉得悟心的女演员,不得不说够厉害。 不知道大家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。参考来源。